好來 繼續要來講 現在的市民上店賣 這個圓仔的針頭 有安全嗎 小部處開著網路跟實體店面 總共三十個的商品 結果竟然有高達二十三個 無合格 屬於我們所宣稱的 這個醫療項目的範疇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依照那個 要釋法九十一條 會處罰六十萬到兩千五百犯 網路的針頭 甚至工具不適要去調查 不過小部處處理說 其實網路的針頭是 寫具需要國家檢驗過關才會洗脈 有十一件不太適合的安全標準 包括新型針頭 補貝針到頂頂頂頂頂頂 這個就是一定要馬上下架 那除了下架之外 如果真的是沒有送檢或逃檢的話 就像剛剛前面所說的 罰二十萬以上兩百萬以下的罰款 網路的針頭有需要 有好保證是說要不要討責 小孩最好不要用針頭 面前旁邊最好也不要有 散軟的皮跟針頭頂頂 以免造成十塊 所以說建議大人 要去了解小孩的需要 免得多花花錢 讓小孩睡覺不安全